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嘉宾主持梁宇彤 首先多谢昨天打电话的观众 今晚要谈的是内地家庸即将输澳 大家有什么意见呢 今晚很高兴请到三位嘉宾 包括有江湾同乡会副会长陈宝心 陈先生 大家好 另外还有立法会直选议员黄洁晶黄小姐 大家好 还有外劳职业中介协会会长欧阳广球 欧阳先生 大家晚上好 欢迎港大市民打电话上来发表你们的意见 电话是278-9192-278-9192 在正式讨论之前先来看今天的重点新闻 再日在快指机弘机大厦 一名14岁绝学少年 首持赛刀斩商睡梦中的母亲 少年向警方恭称 母亲长期沉迷于赌博对他疏不照顾 他一年前已经停学 靠以往迟速的零用钱照顾个人饮食 警方不排除涎案少年因受压过渡 而向母亲撕乘 怀疑涎案的少年有精神问题 目前已经送往哄试精神病院 本澳旅游危机处理办公室 发出泰国旅游的安全提示 泰国首都曼谷部分地区 发生较大规模的抗议示威集会活动 根据澳门旅游业界提供的资料 显示在6团旅行团 约95人是当地旅游 本澳旅游危机办提醒在泰国曼谷 或者计划到当地旅游的澳门居民 密切注意当地安全局势 避免前往游行示威区域 保持自身安全和提供安全防范意识 对于交通事务局 在处理巴士服务上被指违法 交通事务局局长汪云首次开刊回应 尊重廉署提出的情况 该做的继续做 该负责的就负责 最快在这个星期内就事件提交初步报告 并强调现时最重要保证巴士服务不受影响 人力资源办公室副主任刘伟明 只下月五日起调任劳工事务局副局长 为期一年 经济财政司司长批示指出 委任刘伟明出任劳工局副局长 是基于职位出缺 以及刘伟明的个人履历显示 他具备专业能力及裁官担任这个职位 欢迎回来节目的现场 今天要谈内地家庸书澳 有关的申请在下个月中就会开始 首批是以试点的形式 分别来自广东省和福建省名额有300个 主要是以照顾今年年底 会到65岁或者以上的澳门居民优先 想和陈生谈一下 陈生其实现在澳门居民近年对于输入家庸 帮助本地家庭释放劳动力出来的需求越来越大 考虑到语言及生活习惯 其实似乎很多人尤其是长者 都希望找回我们所谓同声同气的人 你估计今次的申请会不会拥弱 或者按照你所知本地对于内地用工的需求 现在是大不大呢 300个名额暂时会不会很快就爆满呢 300个名额我估计很快就满 300个名额作为试点是可以的 我为什么说它是很快就爆满呢 大家不妨探讨一下现在澳门街的家庭情况 现在澳门整个情况是处于全民就业的 劳动人口有35万人 其实现在就业了34万 即是说现在大部分家庭都做得东西 基本上都做得东西 现在我们整了我们58万人口 就有650个长者已经去到4万 这4万的长者其实就遍布在 我初步介绍下 应该遍布在我们17万多截的18万的家庭里面 这意味着说 当然有些长者还是很健康的 还是可以做得东西 但事实上很多家庭有些长者 因为各种原因 特别是现在都富贵病的流行 譬如说高血格 糖尿病 但还有其他还有慢性病 很多家庭的长者是需要别人照料的 他说除以来 由于经济的发展 商职工的争加 小孩子的照顾的部分 也需要很多人 即是很多家庭去料理小孩子的 上学 放学 教育 甚至两餐等等 都需要 以不足的话 澳门街是需要大量这方面的家庭 但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如何 我们现在的家庭大概是不够2万 你不够2万的话 你分布到17万5万的家庭里面 根本上是差多足少的 这个额 三法的额绝对是不够 只要是这样一个情况 特区政府和中央都照顾到 我们的市民的这种需求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放宽了 认证了内地的交融 而且在广东籍和福建籍 即是我们的人口比较多 这两大省份里面 先进行试点 在这里拿广东200 福建100 这个试点额 作为试点 我觉得是未成不可的 但绝对是不够的 如果按照这种情况推算 也经过我们国民同会 和会员聊了解过 其实真正正估计是需要去到 六千到七千这个数量 才能够是可以 所以六千到七千的内地家庭 内地家庭 才能够可以满得到 现在的家庭的需要 但是你说这三个额额 满了以后怎么办呢 这三个额额 亦可能一下子全部满了 亦可能都用不住 这就试试到 我们对内地家庭的薪酬 如何去比 这个大陆双方的劳动条件 如何去谈 以后的管理等等 新潮我们转头再谈 或者先和邑荣生谈 刚才说的需求 一定是有在 但是我想比较多的市民 都担心就是家庭的质素 目前的情况就是 无论是请外庭也好 可能去到职介所 可能职介所 会列出某些容工的 所拥有的专业技能 譬如有照顾长者 或者照顾婴儿的经验 但是到他上班的时候 似乎和列出来的经验 是有点出入 我想问 其实将来 即介所这方面的角色 或者招聘过程里面 会不会 应该是有一个 统一的标准 你怎样看呢 是 外庭的质量的问题 现在我们本澳 澳门的居民 都是在用东南亚 因为这个外庭的质量 其实中介公司 目前也很难保证到 没有外庭的真正质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东南亚的家庭 特区政府 是容许它 以一个旅游的身份 入来 旅游的身份 入来的时候 相对的我们接轨的东南亚的奴务公司 他们都放弃了澳门的市场 因为他们那边不能够做招募 或者培训 然后再输入澳门 变成我们都没有了这一个 我们对方的一个中介公司 作为给我们的保证的时候 所以在质量方面是难于控制的 对于中国家庭的质量问题 我觉得可能要视乎 因为人之办也没有明示 说出中国家庭输入是怎样的程序 比如说可能有两种方式 一是可能在一个培训中心里面去选择 我纯粹个人的猜测 二是可能我雇主找了之后 去给中介公司办入来 如果由雇主找了之后 去给中介公司办入来 这个质量根本也很难去控制得到 但如果由这一个奴务公司 去培训再去选择 可能在质量上面就有一个保证 但两个有优有好处有坏处 如果由雇主去选择的 薪金方面就可能相对没有那么高 如果是固定去选择的 薪金一定是很高的 似乎因为我们质量方面 未看到政府有一个明确的方案 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说 如果是中国家庭入来 质量应该是好过东南亚 因为起码是特区政府 或者是中国有关部门 在质量上都能够把握一些关 而且在语言、能力方面 和雇主的沟通方面 能够贴切一点 没有什么距离 可能大家的语言上的一些 或者是方向上的指示 可能会贴切一点的时候 产生了一些误会的问题 避免一些争拗 王议员你怎样看 是否应该制定用工 在工作之前需要一个统一的职前培训 又或者是相关专业资格的认可 是否有需要做这方面的工作 其实我们可以看回 其实在内地 都有一些家政堂、家政班 这些是专为一些培训家庭去做的事情 如果将来国内输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本地的居民 都期望来的家庭 是有一定的技能保证 特别是今次申请的 其中一个优先条件 是家庭里面有65岁的长者为优先 我相信作为一个雇主 一定会期望家庭来到 是懂得照顾长者的 懂得照顾长者的技能 以及对一些 护理方面有些知识 对护理方面有些知识 甚至是可能需要一些药物的知识 可能都会需要 因为刚才陈生也说到 现在有些长者都有很多慢性病 如果我们照顾长者的时候 亦都需要掌握这些技能 所以你说的 即前一个培训是否重要 我会觉得是重要 所以未来的职界所 如何去招呼这些人 亦都是澳门市民很想知道 这班人是怎样理的 当然刚才欧阳生说的 即是有两种可能性 是的 你认为哪种可能性 你认为哪种可能性会比较优成 当然是一个有系统的培训 对于我们最后的选择 一定会有个信心 我之前也提到的 就是强调一点 就是要辞政上纲 相信如果是货不对版的时候 也有得招呼 如果我根本 我毕业了 我有个证书 如果来到 原来我什么都不懂 我可以有得 我回到中间所说 什么都不懂 我有得对照 你的证书怎么来的 也有得招呼 现在就是如果是 又没有证书 什么都没有 真是一张白纸 我会招呼和避招 我会招呼 我会招呼 其实来到原来不招呼 我们接触过那些 有些雇主说 应征的时候说 我会和嬶子洗澡 但他连基本试水温 用手掌 手肘 都不懂 这些是否会和嬶子洗澡 但问题是 如果他经过做一个培训 例如我们上过陪议员的课程 其中一个节数都是教 如何和嬶子洗澡 如果他来到不懂 就是他不合格 那为什么有关部门 又会给他证书呢 如果有证书之后 我觉得就会对质量 基本上有一个保证 好 我们之前做了一条 关于内地家庭书澳的片 大家一起看看 日前 经济财政司司长 涵百元 就经济财政范畴 出席立法会回答议员的提问 直选议员宋米奇 在内地家庭问题 向谭司长提问 好消息 但是司长客客的人资办却表示 内地家庭书澳 只能由指定的两间中资职界所办理 此对于本澳的一些牢母中介中小企来说 只有坏消息 甚至是惶恐 司长一再强调要扶持中小企业 协助中小企业开拓新的市场 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但是似乎是说一套做一套 内地家庭书澳只是给两间中资职界所去做 有得他们垄断市场 是否会变相擠押本澳的中小企业 在这方面的生存空间 没有竞争 澳门居民还哪有得选择呢 难道又要澳门的居民迫住 有没有人再觉吗 我相信司长你这样做也有你的原因 但也请你真是多位本澳的中小企业想一想 内地家庭两间职界所 这个主要就是我们和内地有关部门 这个基本上是商务部 大家是商讨如何输入内地家庭的时候 这个商务部 内地的有关部门提出 是希望通过两间职界所 内地的职界所 因为这些职界所主要都是会在内地 他们负责很多内地方面的一些运作 所以他们就是希望通过两间职界所 是输入这300个 这个试点的300个内地家庭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 就是会根据这个商务部的建议 是提出了 通过两间职界所 是输入这300个试点的家庭 欢迎回来节目的现场 或者先和欧阳生讨论 港长新闻片提到 也是你们很关心的一件事 就是今次如果市民是能够 对于本地的其他职界所来说 是否不公平 这个我们当然是不公平 因为我们看看现在澳门的外劳 是有13万 中资公司19间已经做了百万多 剩下5万多的东南亚外劳 我们先前在新闻发布会 里面也说 5万多当中 有一个半数是给一些大企业 他们自己自设一些的奴巫公司 又或者是雇主或者工人自己 透过一些自由的方式去做 那剩下来 都只是大概是2万人左右 给我们澳门的本土的职界所 大概是84家去经营 那平均一年 一年都不得是两百多个 那除起来的时候 我们的灯油火蜡 那样东西也是很难去围堵生存 那其实我们 在中国家庭舒浩的情况下 我们多次也都向特区政府 是多处提出我们的诉求 但是结果出来是事与愿违的 就是跟我们的期望值是反差的 那其实我们看到特区政府 司长也好 其他各个部门的官员也好 就希望扶持中小企 中小企就有60万这个资助 那其实如果 我觉得在政策上 能够扶持中小企一把 好比借60万更加好 就是现在我们的职界所 那些经营环境 就等于政府给了一个牌给我们 就是我用一个比喻 就是给了一块田地给我们 但是这块田地是种不到草生出来的 因为我们的所有 所做的一切 都是市场是完全开放的 其实我们觉得同一种输入的用 一种输入的劳工的程序上面 为什么东南亚就容许它 以旅游身份 容许雇主可以得 中小企可以自己扮 不需要通过职界所 或者职界所是一个委托的 一个失去了一个把关 一个协调的作用 这样职界所里面 如何去生存呢 我觉得就是说 司长也都说 中央是一个指示的要求 其实我们觉得 都是特区政府 应该集无旁贷 是要为中小企 创造营商环境 提出一个商务部的要求 是容许我们职界所 有一个参与 因为我们的要求 不是很过分的 我们只不过在澳门 因为东南家庸这个板块 一直都是被我们职界所去经营开的 譬如说我们对雇主 和每一个站点 我们都有我们的会员在 一、可以对雇主充分了解 二、我们更加服务到 每一区的雇主 譬如说你二百个 我现在三百个外雇进来 如果两间公司去做 如果你二百个一间 广东的公司 你面对着二百个雇主 二百个雇主等同于 可能不是两个人 四百个人的问题 他一家人的问题 譬如他请个外雇回来 可能有老爷奶奶 一些投诉的东西 单一个中间公司去管理的时候 都是很头痛的 因为我们接得到家庸 这件事是很复杂的 一个厌户性的问题 一个家庸去到一个雇主里面工作 他不是面对一个雇主 是面对他整个家人的脾气 各样东西 但如果一个中间公司去管理的时候 可能在雇主的服务上 是不够一个体贴的 我们觉得澳门的职界所 他们在澳门已经长的有二十多年 短的有五六年 对澳门方面的 对雇主的一个推介 或者移民局办的手续方面 是绝绝有余做到一些方面的问题 为何特区政府不可以协作的方式 例如澳门的中介所可以为雇主申请 然后将文件交给中资公司去办理 我们觉得这个是可以 特区政府可以做得到的 究竟本地的労母公司 是否应该都能够在这个品牌上分一杯羹 我们稍后再谈谈 现在先接通陈小姐的电话 陈小姐你好 是 各位主持 各位嘉宾 各位市民 你们好 政府经常都说 人力资源短缺 输入内地家庸 我想问一下 内地家庸是否特区政府 向中央反引才是需要的 为何政府不向中央反引 测民地涂国政府 遗留下来的澳门 内地居民 内地转暖 澳门居民 内地转暖 这帮人 即是九能年 三月二十九 九床特赛这帮人 自从涂国政府 比较逗留震雷之后 不好意思 陈小姐 今天都是讲内地家庸的问题 是 我就是想问问 为何 涂国政府 比较逗留震雷之后 大陆分别分别分钱 什么都没有分 澳门政府 又不承认 这帮人是澳门居民 我所问问 这帮人是属于什么人 好 多谢你的电话 陈小姐 多谢你的意见 我们先来去去广告 稍后再谈 欢迎回来收睇 连回卫视现场直播的互动节目 澳门开港 今晚是谈内地家庸即将输澳的问题 先和陈先生谈 刚才杨先生的意见就是 其实长远来说 政府是否应该禁止外傭能够透过旅游签证 自己在澳门街找工呢 以此来提升整体外傭的质量 因为起码都有职界所 中间做一个罢关 或者先培训的工作 过滤了才被雇主选择 你认不认同 这条我都认同 因为如果拿着旅游证件 而出来自己自顾的认识去找 这个必然就很杂料 但我们又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有些家庭 又希望我拿回我自己熟悉的人 出来做事 出来照顾自己的人 至少有个亲情 可不可以呢 我觉得这个可以考虑 但我觉得始终都要有一个培训 你好像在江门那样 江门其实也有很完整的 一间学校在这培训 小孩的小孩的小孩 长者的小孩的小孩 互利的互利的 都很完整 我觉得无论是自己找的 或者经过中介 一条你不能够用所有旅游证件 或者探亲证件 去从事这项工作 这个前提一定要卡死 第二个呢 至于对象物识的话 你无论透过中介公司找回来 或者我自己在国内物识所 我最经过在国内培训 我就要出来 我觉得这个在操作上 是可以考虑的 即是你都赞同有关方面 应该是尽快堵截这方面的 这条一定要堵截 你拿着旅游证件 或者商情证 探亲证 走来做 这条绝对是不允论的 这个已经排了法 这个绝对不允论的 好啊 黄议员呢 你怎样提 之前我们有团队都说过 就是说 现在正在用旅游证 来到澳门自由找工作 做了一个家用的时候 做了一个质量 没有共证 因为它其实可以来到澳门之后 挂几间雇佣公司 如果它越做越差的时候 其实对雇佣公司也有影响 还有最大问题是 它来的时候 现在我们雇主面对一个问题就是 试用期 形同虚前 譬如有一个家用 自己来找工作 好啊 我请你了 那便会扮演所有事情 之后 之后发觉有什么问题 原来它不会做这件事 那我又会变成 我举例不到 即是如何 我要用一个合理的理由去解雇它 那变成 我又要赔回一些机票钱 要它返回如居地 但它可能 又不回去 因为它返回 没有人知道 我们现在没有一个 出入境的一个条例 就是去限定它 因为这次它因为家用 来到签了证之后 今次家用 这个职业不适合它 回回去 但我们的旅游证件里面 看不到 即它有没有走到 我们不知道 它下次再拿回旅游证 那么 市场就不停地混乱了 还有就是 它不离不止 而且在家用市场里面 周围跳的时候 其实也是受害的 亦都是我们的顾主 所以我们要反对 所以说用那个旅游证 不能在澳门找工 就是这样 还有就是 现在其实看回 有些家用来 譬如现在菲律宾 印尼 已经没有了 输入 即他们不输 家用来澳门 对政府的法力 是的 所以如果 如果 未来我们取消了旅游证 去找工之后 其实也都希望 特区政府可以和菲律宾 或者有家用输出的国家 亦都可以做回一个商讨 给我们市场 等我们又有外用 又有内容的时候 在澳门的雇主 就可以多些去选择 而不是一面島 只是内地 或者一面島 只是外地 即是如何将家用规管 逐步逐步用一个政策法律 去令它规管好 将我们家用这个市场去规范化 让我们用的又用得放心 来的又来得开心 好啊 我们稍后再来谈谈 先听一下洪生的电话 是 洪生你好 请说 你好 其实我很贊成 陈先生这么说 少了一个是 要挂关 很大的问题就是 首先是不同的旅游策证 很暖的 但是另一方面 如果输入那边 中国的洪庸 要挂关 你说如果他请自己人 怎样可以控制他们的怨气 就是 如果他从事非洪庸的工作 那你怎样去挂关呢 是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还有 另一个方面就是 或者我想问一下 洪生 你认为内地家用 因为我们在谈谈 那个薪酬应该去到哪一个水平呢 或者是政府 其实之前明确表示 就是说 其实跟外用是差不多 没有一个标准的 跟外用差不多 但实际上经过 我们说看回内地家用本身 他们自己在内地的薪酬水平 似乎 跟现在我们本身的外用水平 是有一段距离的 就是你认为 究竟是什么的水平 你可以接受呢 这个我非常赞信 为什么呢 本身我就觉得 如果你说 我刚才和你的股市中的选择 我听到 洪生 我们不好意思大声 因为你回音很厉害 你是不是在房间里面 我听到 现在的情况就是说 你听到吗 听到现在的情况就是说 我的薪酬去到6000元 才可以有机会请到过来 是 如果这样的情况下 6000元 我觉得我就不会考虑 但问题就是 我现在正在请外用 是 他现在正在扭着 同工同酬 为什么 我是不是要有薪酬 持有老板 我那些乡理都是这样跟我说的 我就是非常担心 此其一 另一方面就是说 如果他们这样 是落了这么多中国人 他们伤筹一下子扯高了 那我们是很困难 还有一件事 要扯高了 不单止你每个月 那些消息多了 那些退场都是一个问题 你退场那里 这个法例是这样 如果家庸也是 我贵过我真的请不起 为什么呢 你一个家庸 如果是下来的 人工这么高 你退场我贵过 起码你 如果两年就扶了 两个月 随时扶了一万多两万元 那我怎么请呢 因为这个问题 我们都要去考虑 不是 这个问题就是 它是一个有钱人的 才可以抢得起 就是绝对是 但是 你需要三百个有钱人的 都为了满足三百个有钱人 而呢 我们呢 这万九个 普通家庭呢 我们真的搞不定 很好 多谢李鸿先生的意见 那我们先和杨阳先生谈一下 就是刚才 之前 陈先生都提到 究竟我们怎样协商一个 大家都认为合理的水平 那个薪酬的水平 就是 譬如刚才 我想之前也都有 市民反映过 现在 家庭的用工似乎 听到消息 他们可能会有六千元 我们是否应该都有 能够追得上呢 你怎样看呢 其实这个薪酬方面呢 就是我们看回人资办公布的资料呢 都是说 协商去处理 那其实这个协商是很难协商的 就是 我们看回广州啊 或者是 中国比较近些的地方 深圳等等 他们的基本人工 就是用工 他们叫做家政人员 都起码是三千多以上 那三千多以上呢 你现在有个水 有个人民币 和葡萄的那个接闻率的时候 那如果你来到澳门 如果你没有五千到六千呢 我相信你都 就是这个是 我想是亲戚的了 我相信你是 就是不是说亲戚 他帮你做这五六千的了 因为他离乡别井 离开自己的家庭 或者可能没有什么时间回去 那如果你给的低过这个价钱呢 他根本是没有兴趣去来的 因为我们 我很多时候都参加他们 中国家政协会里面 举办一些会议里面 就是他们的里面 就已经探讨过 也都探讨过中国家庭 如果来澳门的时候呢 基本的薪酬 我当你五千元 乘回八截都是四千元 他在大陆找三千了 是吧 但是如果 刚才黄议员说 要提到 如果你说要把质量 他认证了他的 他通过培训的 有一定的技术的 我相信六千元还要往上走 因为我是一个专业 我拿了认证 是吧 这个呢 我觉得就是要看回市民接受的程度 另外呢 会不会拉动东南亚荣工的上升呢 这个是绝对有可能的 因为为什么呢 东南亚荣工 由于现在 除非政府 他真的规管 立刻规管 即是立冠建影 马上规管 将这个家庭 不能够以路由申入来 那变成了呢 我们业界里面 是可以跟对方 马上联系 我们在那边去培训 即是培训一些 优质少少的 简单来说 我们曾经有业界 也都在越南里面去培训 我们培训了一班人出来的时候 原来那班人 完全我们投资了下去 培训了出来 那班人不在那里 不通过我们出来 是自己透过旅游 自己走完 那变成我们业界 是亏了大本的 那如果譬如说 如果要降低 即是说 保障澳门居民 他们聘请到 好像提到王議員说 能够有不同国籍的选择的时候 而又可以照顾到 不同经济能力的人 可以找到工人 特区政府必须在那里把关 否则的不是 东南亚荣工质量太差 太差的时候 慢慢慢慢就会退场 退场了之后 大陆工人的需求 越来越增 如果你不增加质量的时候 你变成增多 足少的时候 薪金一定会拉动 不能让你选择 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先前的楼价 如何控制 能否控制 昂贵的楼宇 现在连一些很残的楼宇 都拉动了价格 好 你继续接听袁先生的电话 袁先生 是的 您好 我觉得今天的事情 有好有好有好有不好 我觉得两个东西去看 一个正面性去看 正面性当然 請回内地人 就是说各方面 从饮食喜居方面 都比较容易接受到 是不是 但是呢 如果呢 扯回外容来说 这个语言上的沟通 吃东西那里 就很不习惯的 但问题上 就是关系现在这两个事情 在哪里呢 有人就说这个人工 是否能不能够 受得住 可以不可以 比如一个家庭 入息公计数 四口 有两个呢 就是消费者来的 而两个呢 是在赚钱的 我算你呢 預计呢 就四万元算一下 那里已经去过六千的了 那里去过六千的了 一定不少于六千的 我告诉你 现在大陆 人民币 都要三千元 到国家来的 是不是 那你现在考虑一下 那你一一一进入到 我们澳門的时候呢 是不是从中呢 刚才那个韋先生 那里 推动了外容的工价呢 上升呢 这个未必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个选择权 为什么选择权呢 它很简单一件事 它又不 就是请工都很简单 什么叫优先呢 语言枯通 首先优先 吃东西 那方面 它帮你煮的 適合葡萄的 就是优先 那样东西 都是用家庭去衡量 那家庭去衡量 那家庭去衡量它本身的薪水 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我们很佩服它 但是我们就算 很多东西都好 是吧 问题是我们澳门政府 政府有没有关注到这方面的事先 首先就是 这个大前提 这个是 这个大前提 好像我们每天到澳门开港 都是提出了 我们的市民的分声 拿了调查出来 我们呢 互动 无非都是想提醒给政府听 政府有没有真正吸收到这一样东西呢 有没有消化到这一样东西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内地输入外勞 就比较 就是那个条件上 和限制上 是比较严格的 是不是 但是很简单 你现在呢 我们都不知道是不是 不知道是我们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一样去想 难道是什么呢 为什么外地的勞工 就是外国的勞工 来到我们这里 签一个证旅游 过程中 他就可以马上拿到一个难交 而我们内地又不行 是吧 属于我们的国手 也是不行的 说出去 就是很被人来笑的 这件事也是 好啊 袁先生我姐 先和你谈到这里今晚 多谢你的电话 多谢你的意见 我们之后还有陈太太在线 陈太 是 你好陈太 请说 那我关于这个 请家庸呢 根本上 我有一些意见就是 澳门这个政府呢 对于这些家庸呢 这些法律都乱糟糟的 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肯定的法律 如何去管家庸 乱了笼 这个是哪个范畴的 是不是谭司长的 是不是谭司长的范畴的 是的 议员是 不知道是他的手下 做得不好 谭司长的领导 他的领导都不好 他现在这样 那些菲傭 印尼 和泰傭 那些法律呢 完全是没有法律 请他们不同的香港 有法律出入 还有他请大陆那些工人来 他有没有说多少钱人工啊 是 现在就是要 雇主和 可能中介公司去协商 他有没有咨询 我们的市民 有没有咨询啊 如果听见你说 五千六千 我不如请个私家护士 六千元我需要不请他们 既然要看老人家 要吃药的话 籌文应该请不到私家护士 应该用的 请到 那些未毕业那些 那些 为什么呢 我现在来请他去看白耶婆 要吃药 分分钟他给错药 他吃 有很多都是不懂英文的 我不是开求很大 我的意思是说 法律也做得不好 那些劳工 黑奴 你現在分分鐘 你現在300個下來 但是不出奇會變成600個 你知道那些鬼屎的東西 政府是沒有這個權 沒有這個能力去制止 但是300怎麼變成600個呢 那些鬼屎的東西你不知道嗎 現在多少客奴你知道嗎 還有啊 你不要說我說 分分鐘出來的那些 表面上是做家庭 根本上那些小三小四就出來了 我告訴你 是這麼多了 很多謝陳太 陳太剛才提到一件事 就是歐陽先生之前都曾經說過 他都希望今次那個 內地家庭可能那個名額首批有300個 那個年齡限制是35至55歲 歐陽先生認為那個年齡應該是要 提升確保那個家庭的和諧 我們先跟歐陽先生談一談這個問題 剛才陳太最後那個擔憂 其實我不要說業界 當作僱主的心態來說 我都覺得是有點擔憂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最重要的是規定中國家庭是流宿的 這個流宿 我個人認為風險度也高了 譬如現在35歲 即是原本政府的安排 要他們流宿 就希望他們容易管理 不要讓他們過屆工作 是這樣的意思 政府是一個善意的 即是一個好的方法 你流宿在這裏 這樣就 不需要在外面攔於監管 但是我看你的年齡 如果45歲 55歲 或者50歲 40多歲 那些問題是不大 或者35歲 即是有一個空轉的時候 我們不是用一種陰謀論去推測這個問題 即是我們一般常理的時候 如果你流宿的時候 那個風險是會加大 以此同時 我覺得35歲的年齡 其實我們現在 中國的家庭輸入到澳門的數量不多 你現在說三百四點 將來只有一千五 或者再看市場的需求會增加一些 以廣東和福建 這麼龐大的人力資源 在後面給予我們的時候 我覺得35歲 是有條件往上走的 即是去到40歲 即我個人覺得是40歲以上 才可以給他申請這個問題 當然要三百個是一個試點 但長遠來說 要當有關東北研究政策 自己去檢討 好 我們謝謝 現在還有劉先生在事 劉先生 早晨 各位支持 是 我們現在晚上了 劉先生 你今天訪問那個 什麼 勞工 那些工人 是吧 是內地融工 你有什麼意見 嘩 你心想給六千元 其實是不夠 要給一萬 是 為何這樣說 為何 我們本港市民 如果你不給一萬 我們各個這麼有錢 那你去上面下來 哪要找到錢 你找不到錢 各個不下來做 你明白嗎 是 你即是說 譬如如果現在 下多少 下三百 是不是 下三百勞工 是三百 三百 首批的名額是三百 首批三百 跟著又會下多少 我相信 根據市場需求而定 我相信 地那些 會不會撤走 我想是 根據市場淘汰 暫時未有 即政府暫時未有 準一步的方案 或者是 將來的安排 怎知首批 總之內地的融工 就是三百個名額 先試一試 內地工人 已經有十三萬 再入幾百 家融 是 那你說你不撤走 越加越多 澳門真是人口複雜 真的 劉先生 我想問你 你剛才說一萬元 你是不是認為 其實六千元 都請不到內地的家庭 對於他們的抗禁力 不夠大 老實說 你除非兩夫妻出去 玩吃 老實說 當你找一萬多元 好了 給六千元 請的工人 怎麼請啊 你根本你不要玩 你問政府 你叫政府不要玩 根本 你根本在玩 你的市民 好 劉先生有沒有其他意見 蛤 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蛤 有什麼好意見 根本你講到六千元 你怎麼會叫做六千元 蛤 是 不是 因為他們是根據內地融工 可能在內地本身做家融的時候 那個薪酬水平已經是去到三千多 甚至乎有些專業的都是 你肯定 當然很有錢的請人 請工人 不要說六千 有些給了一萬給一萬幾 也有 看你哪些人請工人 很好啊 暫時跟你談到這裡 今晚劉先生 謝謝你的電話 我們現在先去廣告 稍後回來再談 歡迎回來節目現場 我們在談內地家融書澳的問題 先和黃議員談一下 黃議員 其實你們之前是做過一個 輸入內地家融意見的調查 當中也都包括了那個 本地的僱主究竟認為 內地家融的薪酬水平 去到哪裡他能夠接受得到呢 或者可不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結果是怎樣 其實那個結果反映了 其實跟現在的外僱 那個家融市場 其實差不多 他們其實都是接受到的 剛才探圖和歐陽先生都說過 就是要看回現在的法律 最低薪是二千五元 但其實現在在家融市場裡 根本二千五元是請不到的 所以這個價格是由家融市場去自己調節 剛才先生打進來就說是六千元完全請不到 其實我們沒有設定 六千元一定要來 只不過是一個坊間的一個估計 暫時有一個估計 如果要跟法例 二千五元是請不到的 如果將來我們知道有一些特殊技能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加上去 如果純粹是請他來 真是掃地住餐飯 那可能他會不會有一個標準是多少 如果當他又認識到另一個水平的時候 又有多少 大家要覺得這個是一個水平可以接受 而且我們也要看回我們的僱主要求我們要一個什麼的家融 其實現在真的有些要住戶長者的 他可能要三千元 他要請兩個 加上其實都是六千元 問題是如果他一個已經可以搞得到的三千元 他已經是認識了所有東西 當然我們是很開心 但如果當現在都未有一個可以去做一個確定是多少 新層身為之合適的時候 我覺得是真的要給他市場去做一個調節 我們僱主覺得這個家融是值得多少 因為現在看來二千元根本就沒有錢 那問題是怎樣去多一個技能 我們是否可以加上去呢 然後去滿足我們僱主的一個需求 而覺得我們又可以承擔到 那真是一個打工仔 兩個家庭如果三萬元六千元 真是負擔不到 但如果我們真是很需要的 他真是可以幫到手 而僱主又覺得接納到的 那真是由市場去調節這個生存 我覺得就不好 因為薪酬而令到我們僱主去卻步了這件事 因為其實現在都未有一個共識 是一個市場去調節 反而你說我們再做一個調查 就是對一個長者的需求 在一個婦女團體裡面 這是一個守衛 因為照顧家庭 是婦女最擔心的一件事 我要分擔家務 照顧長幼 這次輸入的要求65歲長者優先 我覺得亦可以回應現在人口老齡化 看看社會上縮位不足夠的情況下 我們這個長者又如何呢 再配合原居安勞的政策 我們需要一個家庭 需要留宿其實都是有一個必要性 你說年齡方面的問題 你看看其實35歲以上的話 其實有一個勞動力使用方面 其實亦都是一個合適 如果他真的讀過一些書的話 對於他們知識的掌握 技能的掌握方面 他們亦都是有他優勝之處 還有一個體力 因為如果你年紀過大的時候 你要做一些照顧長者的勞動力工作的時候 他亦都未必能夠承擔得到 剛才說的陳太太所說的 我都很認同法律規管 現在就是規管家庸 只是外地僱員法加勞工法 我們覺得其實是不足夠 所以才會在議會上提出 將來如何再加補充條文去規管家庸 或者將它獨立成法去做一個規管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現在接聽陳小姐的電話 陳小姐 各位主持 你們好 我覺得澳門的法例 真的是很不合當 在澳門那裏做家庸 他滿了藥之後 他就可以轉了做其他的工種 就是我現在自己的家庸 他在我那裏兩年半 他初初在越南來 一句中文都不懂 在我那裏 你怎麼培訓 那些人說培訓家庸 怎樣怎樣 我培訓到這個家庸 這麼好 我和這個家庸 這麼感情這麼好 他是幫到我 每樣都培訓到他 每樣都融入我的家庭 那又怎麼樣 那現在約滿了 那他呢 就說 太太 我想出去做 那他想做什麼呢 做酒店啊 賭場啊 餐廳啊 那就算 他現在剛剛 約滿 他約滿之前呢 我叫他 你留下 那他都說 不要了 你讓我出去搏一搏 那為什麼澳門有些法律 可以給他們 他做家庸 約滿了 他可以留下 在澳門那裏 去找其他的工作 他 告訴我 太太 我現在又去 建工 他五千元的工 他都說我不做 做賣飲品 六千五元的 他都說我不做 早幾天 他又告訴我 現在有份工 七千元的 在餐廳做 加上班呢 就有 將近 加兩個小時 班就有七千多 加四個小時 有八千元 那 他 他真是澳門的法例 你培訓到他很好 那又怎麼樣呢 始終都不夠 你的法例 如果他的法例呢 不行 不可以 轉做其他公眾的呢 那他就會在我那裏做 他說 我不會再出去 第二個老闆做 如果他做 這些工作呢 就一定是我會做 無奈 外面 他很多朋友說 為什麼 個個都出去 做 你還要和他續約 這樣 馬上叫他出去 馬上叫他 就是告訴你 去三盞燈找工作 這樣 那他將近續約之前 他說 叫我 下午給他時間 去三盞燈找工作 我都很OK 算了 你既然都續約 說不和我續約了 你都要出去 那我都被他出去找 他去見過什麼工 他一樣告訴我 他問我這些工好不好 穩不穩陣 那你澳門法律就是不好 不好好啊 多謝你陳小姐 是啊 真是激勁 多謝你陳小姐的電話 陳小姐有個很好的僱主 想和陳先生談 其實現在說回內地家用 其實本身我們在這裡請一個外傭 要他在家裡留宿已經不容易 很多人都不喜歡在 顧住家裡留宿 但是譬如你認為 預計給內地用工的薪酬 去到哪一個水平 才對他們來說是夠吸引 令到他們願意在家裡留宿 你剛才說過 薪酬方面可能需要大家協商 你暫時認為你預計的水平會去到哪裡 如果我們的預計的話 應該是五千塊 중 半 molecular'll per część 因為市民及家icos有擔憂 我覺得照常也應該是會所理解的 說真的我知道大部分 人需要去請到國內的家庭 或我們家庭的家庭 不可以說是富裕之間的人 eben 是依責自己來賺錢的 經濟收入也有一個行動 如果他擔心到6000 只不過在輿論上說 傳媒上說 只不過是社會上的推測 要去到這條線才能夠請到人 不但以為政府強制性 是這個工資的基準線 這個就要搞清楚 希望市民就不要有這個顧慮 我為什麼說推算他 大概5000元大家就比較好做 但5000元說一句 我真的能不能請到人 都是一個問題 你可以解釋一條數 現在是東南亞籍的 家庭大概是2500至2600 一個月 僱主還要付勞務費等等 現在都不可以了 現在都不可以了 正常的意思 正路的意思 在國內 據我們所了解的珠港山河州 現在是一線的城市 要考慮他們離鄉別鄭 對 離鄉別鄭 做了一個匯率的問題等等 當然僱主也有僱主的考慮 如果我們了解過程中 有些說 如果太高的話 不如我不做 不如我在家裡自己看 不如我自己不做 不如自己不去做 我自己看這個小孩更好 所以我們主張 政府不應該在薪金問題上 太過干預 你以為你推算是5000多元 會不會同時間拉高 現在在本地工作外用的 這個必然會 說真的那一句 即使沒有家用 你的薪酬都會提高 你整個通租率是高了 任何的薪酬都高了 你為什麽不會推高了它 這個必然 所以我們主張是互相協商 根據不同的職業 不同的工作方案 你兩房間一聽 跟下面有複色又不同 要養狗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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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煮飯又不同 這個我覺得大家就需要 協商去處理這個薪酬 好 好 好 我聽到最後一個電話 今天電話有很多人 蔡先生 蔡先生你好 因為我們節目就快結束了 我可不可以簡短一點 蔡先生 是 好 好 請講 好 好 請你關電視 是不是開了電視 你 是呀 是呀 可不可以關電視 哦 要關電視 是 好 好 好 現在關了 請講蔡先生 我都講過居圍用 居居家用 大陸現在錄來的工資 真的是很高 沒有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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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千萬人免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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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問黃議員呢 我經常經濟的 立法來說 這個外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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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做也不對嗎 好啊 多謝你蔡先生的意見 王議員 其實你對於整體來說 這次內地用工即將會 在明年2月到3月 應該是辦完手續之後 來澳門對於 其實你覺得對於整體澳門的外用市場 會有甚麼影響 最後簡短說一說 其實看回 因為這次巨人之辦的消息公佈 其實他會有一個嚴謹的審批程序 如果他們這樣審批程序做得好的話 其實亦都是做一個先行先試做得好的話 就將它逐步開放 問題另外 我更加希望政府的是 也藉著這個契機 將整個家用市場 現在存在的一個問題 做一個適時的檢討 做一個適時的收法 包括外國法 勞動關係法裏面 有一些對於一個家用規管 我們已經覺得不合時宜 特別是現在有僱主說到的 就是說 現在投訴無門 覺得現在的勞動關係法和外股法 只是保障到家用 保障不到那個僱主 究竟問題是在哪裏呢 我希望政府去正視這件事 亦都很希望參考鄰近地方的一個香港 對於一些家用的一個出入境管制 其實他們都是有很嚴格的規定 其實看回我們現在 澳門其實相對就是沒有的 變成將來怎樣去做一個 很好的一個家用資料庫 讓人知道甚麼家用 其實離場之後 他們是沒有機會回到 好 多謝三位 明天我們會談談 保安範疇應該怎樣施政 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